绿色产品的营收达到86% 碳排净零转型成为企业近期主要挑战之一 工商协进会举办论坛 邀请华硕董事长 企业永续协会理事长施崇棠进行专题演讲 我更进一步宣布 华硕将基于科学基础的减量路径 以提高能源效率扩大再生能源使用 并藉由投资创新技术 移除剩余的排放量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表示 聚焦四大目标推动永续 包括循环经济 气候行动 价值创造和责任制造 内部也评估一项产品的碳排有7成来自制造端 施崇棠提到 华硕在去年4月承诺强化研发 提升产品能源效率 同时带动关键供应商降低30%碳排放强度 携手上下游打造责任供应链 一拆解可回收的设计 让华硕产品可回收率达到90%以上 华硕依据延长生产者责任 在全球营业额74%的市场 建立志愿性回收体系 以循环经济创造废弃产品的再利用价值 我们现在电的转换效率都差不多达到90%以上 到去年我们一共能帮全世界 大概省了360亿度的电 假如说你换成碳的话 大概是1900万吨 台大电董事长海英俊认为 一开始就把产品设计好 后续就没有减少获利的问题 工研院则看好台湾推展再生能源技术 包括开发高效率太阳电池等 并强调如果没有科技研发创新 恐怕难以具体减碳 星藤亚太电视陈辉摩曾新敏整理报道 首先请